排排排等等等 六福春樂園 人際遊樂設施 排隊人潮一圈又一圈 才開門就是這幅盛況 還要 可能還要再半個小時 人太多了 14分等到現在 現在57分 包准做了會濕搭搭的設施 同學還沒做 看看已經排隊熱到全身濕 就怕民眾排隊久後 這麼熱的天會中暑 原方還貼心提早15分開園 然而從等候區一直排到外頭 另一個設施去 放眼望去排隊民眾 不 應該說是整個樂園 絕大多數都是年輕學子 排隊再辛苦都值得 因為接下來兩個月 只要19歲以下 全省22個遊樂園 通通都免費 樂園幾乎都被少年了占據 鏡頭來到東台灣海洋公園 主打老少街宜的海洋公園 也出現相同情況 無論是在大門口還是遊樂設施 大小比例還是年輕人的天下 在三位券和19歲免費入園加持下 光是1號單日入園人次就有5000人 業者樂觀預期 到15號人數有望 上看單日8000人 劇烈撞擊下 整輛小火車用力震得好大一下 民眾搭乘桃園小人國遊園小火車 竟然遇到了突發事故 行駛中準備進月台的小火車 竟然撞到了停靠月台的另一輛火車 儘管沒造成人員受傷還是造成驚嚇 不過這也凸顯樂園設施安全性 業者可得好好把關 讓學子們能開心平安快樂過暑假 這裏有幾驕 何孟謙 引進與桃園花蓮中央報導